内饰部分除了全黑色内饰之外 新款K3还增加了黑灰色黑红色 总共三种色彩氛围可以选择 像今天我们拍摄的这台车就是黑红色内饰 座椅门板这部分区域都采用了这种红色皮革包覆 使得整体座舱那种豪华感还是提升了一级台阶的 在整体的中控台布局方面虽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功能方面的一些小小的改变还是比较多的 像方向盘的造型是有所调整的 我面前的这个仪表盘原先在老款车型上是7英寸屏 搭配两个数字显示这样一个组合式的仪表 在新车上又就直接升级到了10.25英寸的这样一块屏幕 并且它的一个UI界面也会根据这种驾驶模式切换而进行调整 可以说是满足不同驾驶模式下的这种驾驶氛围感 在中央这块区域上方依旧是10.25英寸 这样一颗触摸屏 它的内部系统也相应的升级到了目前最新的百度智慧车帘3.0的系统 内部功能还和以前其实差不多的双音七段语音控制 手机APP远程互联百度CarLife等等这些功能 其实都是融入其中的功能性方面完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接着我们往下看 这块区域是一个空调的控制面板 原先的那款车下方是一排物理的这种拨杆的按键 而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其他的一些按键全都变成这种触摸式的形式 中央通道这块区域可以说是变化非常明显的 最大的变化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挡板 上方还带着这种数字的显示显得非常的有科技感 另外就是由于它的挡板的尺寸变小 整块前边的这块充电的区域就变得更大了 原先我记得它的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是隐藏在非常靠前的这样一个位置 现在不仅挪到了更靠外的位置 再加上它的挡板尺寸变小 我的手机放在其中就可以变得更为的方便 这一块区域的变化我觉得确实是使得整体的用车的这种感觉提升了非常明显 在座椅方面目前高配车型依然会提供主驾八项电动调节带两项电动腰托 在挡板的两侧还能看到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方向盘加热这几个功能 原先这些功能只提供给1.5自吸的这种最顶配的车型才会拥有 不知道未来能否将这些功能获展到更多的配置版本车型 我希望它是如此的 在空间方面我们现在将主驾座椅调到最低的位置 目前我的头部空间大约是在一拳左右的位置 好好现在是我一个前排的一个正常坐姿 我们现在去后排看看 来到后排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舒适性表现是比较不错的 坐垫的柔软程度要优于前排 正常坐姿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整体贴合度和包裹感还是比较棒的 能够给乘客更好的一种舒适性的坐姿 空间表现方面腿部空间大约是两拳 头部可能稍微小一些 大约是在两指左右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在功能性方面除了中央扶手有着两个背架之外 前方还有着空调出风口 以及在下方比老款还增加了一个Type-C的一个充电接口 充电需求完全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动力方面新款K赛未来依旧会提供1.5自吸以及1.4T温度增压 总共两套动力系统可以选择 目前的入门车型是提供的是1.5自吸匹配CVT的一个变速箱 而如果你对动力表现有着更高要求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1.4T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这样一个动力版本 相比于老款车型它的一个最大功率也从此前的130马力升级到了140马力 动力表现就变得更为强劲 新款起K3已经明确会在2023年的上半年 也就是今年的上半年上市 根据此前老款车型的价位大概是11到134万元这样一个价格范围区间之内 我猜测新款车型的整体定价也会在这样一个范围区间之内满足家用这样一个用车的需求 有关新车的大致信息就是这些 如果你有想了解有关新款K3更多信息的话 请在评论区与我互动吧 那我们今天的体验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